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2日 星期五 這一節要講講 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 在今個月的月初 就在澳洲病逝 他有一句名言 其實現在我想是千古名言 他就說中國 有過萬億資產的 不只是我們一家而已 最少有17家 而上千億資產的 起碼也有50家 多數都是勤勞致富的 希望大家不要妒忌 有本事可以自己賺錢 當然啦 說這些說話當然是很折奪 所以呢 他也因為 以往也是太折奪了 導致被人整弊了 要跟大家說一說鄧朴方 其實鄧家 一段時間 整個中國戚冊風雲 即使是江澤民 上台那幾年 其實 都是要在鄧小平的陰影之下 過活的 幸好他當時 帶了一個人去 這個 叫做曾慶紅 曾慶紅就是當時上海老市長汪道涵 托付給他的 就說 這個人你帶上北京 保證 可以幫到你手 汪道涵可以說是江澤民的恩公 將一個很重要的人 曾慶紅介紹給江澤民 江澤民也是得到 曾慶紅的幫助 他才可以掌握到實權 在鄧小平還沒死的時候 其實江澤民 當時他已經是 架空了鄧辦 鄧辦就是鄧小平辦公室 當時鄧小平 雖然是退休老人 但是 鄧辦 還在中南海裏面 還在做事 中南海裏面的所有大小事務 都要去請示鄧小平辦公室 大家想想 當時 作為最高權力核心的江澤民 其實 只是要養人避息 到了 鄧小平97年 年初死的時候 江澤民才一舉拿下鄧辦 當時他實際上 在鄧小平還沒死的時候 晚年 就已經是架空了 但是始終也要給鄧小平兩分 也不敢亂來 到了鄧小平一死 鄧辦就被趕出中南海 我們這節要跟大家說一下鄧家 當時怎麼戚測風雲 怎麼賺那麼多錢 而且不僅如此 還有 要說一下 早一陣子 江湖傳聞 江湖傳聞 鄧朴方寫了一封公開信 在吵咬習近平 這個其實很久了 這個 好像是 兩年前的事 2020年左右 當時我還在香港 我當時用 普通話 做了一節 就是朗仲 鄧朴方 的漫言書 這節我們詳細和大家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厭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計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8月31日 今個月月尾831 是香港人的大日子 港共當時的警察 港共當時的警察 在831做到甚麼勾當 有甚麼不見得光的事情 令到他們要 隱瞞真相 把裏面的事封鎖 831也是我們 在倫敦 接下來會有一個集會 就是831的活動 到時呢 希望大家可以出席 時間 是8月31日 星期三 傍晚6時至9時 因為星期三 因為是正日 所以 就是傍晚6時 希望大家放了工就可以過來 地點也好 市中心 即是 西敏寺對出的廣場 議會廣場 到時我們也搶了袁爸爸過來 由袁爸爸 在parlament square 講香港parlament 香港議會 希望大家到場支持 好 繼續說回 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 就在澳洲過身 他 其實就是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中國雙殘人事協會的主席 一直都做主席 1944年出生 今年 已經是 78歲 78歲 也算是笑喪 鄧朴方在山西省遼縣出生 父親是鄧小平 母親是卓琳 名字是劉伯成幫他改的 他在1944年4月16日出生 本身他的祖籍是四川 但是在山西出生 當時44年大家知道打仗了 他的名字是劉伯成幫他改的 取其是純朴方症的意思 所以鄧朴方 年輕的時候 他當時 入讀北京市第十三中學 當時是高個人子弟學校 六二年 入北京大學 讀這個技術物理系 他是早一代的 他是早一代的太子當 六二年已經讀大學 不是現在的習近平 當時文革 習近平還是十幾歲 文革爆發的時候 而鄧朴方 其實是比他高一倍的 意思不是說 成輩 高他一代 因為他是 60年代已經在讀大學 當時是可以參加紅衛兵的年代 不過他就沒有份做紅衛兵 被人打倒了 他在1965年9月入黨 當時他是中共的15、16屆 中央候補委員 文革開始之後 就受到老鬥的牽連 被人風堂狂打擊 1968年 他被北大造反派監禁在北大東門外面的灰色大樓 就四、五個月 經常遭到虐待 到了5月份的時候 鄧朴方就趁著去廁所的機會 推開那個窗 從三樓跳下來 他的身體 就被 一枝鐵絲 攔腰 爛了一下 之後呢 滾了一下 滾了下去 背部的穿地 他的脊椎骨 第一腰椎以及十二胸椎骨 斷了 所以 半身不遂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68年9月 在一次批鬥大戶之中 他被人困在一間有放射性物質的污染的實驗室裏面 他由四樓懸越水管逃走 在過程之中不幸墮樓 脊骨嚴重受傷 文革之後 去到加拿大接受手術 但是下半身已經完全癱瘓了 當時鬥他 就是北大 聶元子 當然 鄧小平 當權之後 就對聶元子瘋狂的打擊 所有北大全部要一個不留 拐大庫聶元子就被人困了十幾年了 後來 拐大庫 就出來 做了生意 在深圳做起生意 也做得不錯 結果發了大大 拐大庫 據說現在有十幾二十億身家 鄧小平之後復出 當然鄧朴方的地位當然是提高 到了84年 他就任中國殘疾人 副理基金會的副理事長 成為副部級幹部 當時40歲而已 其實他最主要是甚麼呢 他一直都賣批文 以他父親的名義 基本上甚麼批文他都拿得到 所以 賺很多錢 而且當時火拍 當時的首場國際 首場國際 就是周北方 這個首場系就是首都鋼鐵 這個周北方就是首都鋼鐵的書記 結果 鄧家和首場系勾結 在香港搞很多基金 令到很多有錢人給面派對 入股他們的基金 據說那個基金當時的規模 80年代 都去到過百億 因為當時傳言 香港 有錢人每個家都要拿5億出來入股 他就集了20個 有錢家族的錢 出來做生意 當然生意做不到 全部都給你代了 哪有生意做啊 那麼你作為有錢人給了5億 當時80年代 給了5億 有沒有那麼多呢 這是傳言來的 當然他在賣批文 跟周北方合作 亦都使得他爸爸 覺得也不可以 也要低調一點 所以 當時有他的名言就是 在中國 有過萬億資產的家族 不止他一家 即是說鄧家也有過萬億資產 他不是最大的家 最少有十七家 當然啦 十七家要數 如果要數的話就有時間要數 到了後期 習近平上台 開始不給面子 因為 江澤民剛才說了 雖然是鬥倒了鄧辦 但是他也不敢動鄧家 也繼續放任鄧家賺錢 因為他賺錢 大家賺錢而已 他也沒有 怎麼阻止鄧家賺錢 所以 鄧家是跟他一起成長 一起發達 滿身發大財 直至到 胡錦濤也不敢干涉 因為鄧小平 是 當時格代欽點了胡錦濤 他也對鄧家十分之禮貌 根本就不敢動鄧家 直至習近平 上台之後 開始 想剷除鄧家的勢力 當然最有名的 就是 捉了 安邦保險 吳小輝 就是鄧小平的孫女婿 不過就是結婚了 其實目的就是要打擊鄧家 不讓這些家族 在國內掠財 當然掠財他自己可以 別人不行 然後 我們看到習近平一連串的動作 除了打擊鄧家 還有其他家族 捉了蕭建華 其實也是在做那些事情 這次鄧朴方 其實 他也死了 肯定就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鄧小平的家族 應該 完完全全淡出現在中國的政壇 因為 唯一一個 或者已經是最後一個了 在會合政壇有人說話有份量 其他 都沒有 現在的家族勢力分佈 這一節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裏 拜拜